古上早十天 偷了金锁连环甲 哎呦这高兴今儿的甭提了 尿尿这么个功夫 回头一看 坏了 保甲是不翼而非 因为那保甲在羊皮盒子里装着 外面有包袱皮 连这全丢了 石前这脑袋嗡了一声 谁都找不着了 心说话这谁啊 这么缺德 大灾天的正当武师偷我的东西 嘿 怪我怪我 我这包背着尿尿 也可以 我干嘛要解下来 哎呀呀呀 我回到水不良山 见着各位哥哥如何交代 这要了我的命 想到这儿他眼珠子都红了 破这个嗓子就骂开了 你出来 你是个谁 你缺德带帽烟 你敢偷我的东西 真是贼吃贼 越吃越肥 我数三树 我数三树 你要不出来 我骂你的八辈祖宗 我把你家的祖坟都骂开花 一 他看了看左右 没动静 二 再看看 还没有反应 哎呦 你真把我气死了 刚要喊三 在他背后探过一只手里 一下把他这个嘴给捂上了 啊 石芹刚要拉刀这么功夫 这人把手松开了 照他那早乎脑袋 啪 拍了一巴掌 我看你骂 喂 哎呀 石芹定神一看 这心才放下 在他面前站了一人 七高条 两条大长腿 面带庄重 并非旁人 正是神行太宝 夹马带租 戴德哥 喂 我戴德哥 别开玩笑啊 我 我那包是不是 您拿去了 你放屁 我多长看着你包了 呀呀 真的 我问你起个事 我可真几眼了 放心吧 你那包 是我拿的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说戴德哥 你没这么缺德的 开玩笑 有这么开的吗 哎 算了 算了 毕兄之间 你爱灰蝎 我跟你开个玩笑 有什么不可呀 话虽如此 这妈的吓人呢 包呢 在这 戴总一伸手 在树后的 把包拿出来 石芹赶紧打开一看 五件 一样不少 这心彻底的放下来 哎 我说戴德哥 你怎么来了 我奉送头领所差 来助你一臂之力 我都掏出来了 你帮啥忙 哎 还早着喝呢 虽然说保甲倒出来 还有徐宁呢 徐宁还没上梁山呢 这场戏 咱还得揭插眼 十千一乐 嘿嘿嘿 我看这德呀 还得揭插缺 对不对呢 好嘞 那您说 咱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保甲 我先送回梁山 叫各位头领放心 你呀 还揭插往前走 你记住 每到一个村落都有标志 事先我都安排好了 比方说 吃饭住店 那店房的门外都画着个白圈 那是咱自己的人 画白圈的地方 你就住下 白吃白喝 哎 如果说徐宁他们来了 你要这么办 这么办 这么办 呵呵 我这些还没演完 他得揭插眼 对呀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啊 你要好自为之 放心吧 戴宗戴着保甲 先回梁山了 按下戴宗不说 单说实情 真饿了 这这身上没有什么负担了 往前走了一程 发现一个村庄 到了街上来回一溜达 抬头一看 嘿 路尾了 有一个饭馆 饭馆的门前画着非常显眼的一个白圈 就这家 甭问自己人了 十千晃着小脑袋瓜 迈步进了饭馆 火气迎上来 哟 大爷您来了 来了 请坐请坐请坐 十千刚坐下 人家把手筋板递过来了 紧跟着给泡了一壶浓茶 在十千喝茶这几个眼 四凉四热八个菜给摆上了 还用问吗 这都是自己人 戴宗都交代好了 十千吃的这个美 这个得意啊 等吃饱了 喝足了 晕晕乎乎的 火气领着到了后院 安顿他歇着 这屋里虽然不大 收拾得非常干净 十千饱饱的睡了个足觉 他在这听信 咱不说 翻回头再说 徐宁他们家里的人 十千头天晚上 哎 把保甲给盗走了 那俩丫头睡了个回笼觉 等第二天起来 抬头一看 呀 怎么这房门大厂四开的 嗯 想了想 昨天晚上把门户都关好了 这谁出去 没关门呢 等一会儿夫人孩子起来了 俩丫头就说 夫人啊 您昨天晚上出去了吗 胡说 我出去干什么 哟 那门怎么开着 没关上 是吗 夫人一皱眉 是不是时到了 快检查检查 哎 哎 里外一检查 什么也没丢 夫人放心吧 箱子棍全没动 哦 这 哎呀 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 快上二楼的佛堂 瞅瞅那保甲 有无闪失 一句话 把俩丫鬟提醒了 赶紧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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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楼 到楼上抬头一看 呀 装保甲的箱子 不翼而飞 没了 怎么找也没找着 俩丫头不知道怎么下的楼啊 跟头乌鲁就下来了 哎 不不不 不好了 夫人 不不不 保甲不见了 哎哟 夫人就坐在地上了 她深知啊 他们家祖穿的保甲穿了四辈子了 一袋穿着一袋 丈夫把保甲视为生命了 曾经发过誓 保甲在 我在 保甲不在 我亡 我肯定不活了 那是我第二条生命啊 因为这是祖上船留下来的 船家宝啊 有人出了三万两黄金 想买保甲 他都没卖 你说多重要啊 这保甲丢了 丈夫不得急死 我们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快点再找找 这一吵吵 前院的家人 院工也来了 使了个人找 哪找去 影儿都没有 夫人就明白了 看来这个贼不同寻常 什么都不偷 专头保甲 肯定 跟我们老爷是有过节了 快去人 把老爷请回来 两个家人 撒脚如飞 赶奔太尉府 一打听 徐明保护着太尉 进了宫了 到现在没回来 他们又撒脚如飞 来到皇宫的外圈 到了后宰门 想要进皇宫 那能进得去吗 说什么也进不去 俩院工没有办法 又跑回来了 夫人呢 我们没见着老爷 那护卫 匆匆 没人理我们 我们喊破了嗓子 怎么哀求 也不管用 只好回来负命 那就等着吧 我的天 你说这天怎么过的 一直盼着 日子下了山了 金枪手徐明 这才回家 月局 把马皮带住 从马上跳下来 也有点劳累了 保护高太尉的安全 保护皇上的安全 每根神经 那都得绷得挺紧的 没有插错他的负责任 所以感觉到十分乏累 迈不进了后院 一进屋一看 就知道情况不妙 夫人俩眼哭得跟水灵灯一样 两个丫鬟连都哭肿了 夫人 怎么了这是 老爷你可回来了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金枪手徐明拼完之后 三步两步上了二楼的佛堂 转了几圈 什么也没发现 转身又下来 找没找 怎么丢的 我也说不清楚 压魂起来之后 就见房门大开 我就想到保甲了 结果一找没有 马上派人请老爷 又没见找你 只好眼巴巴盼着你 这会儿回来 老爷你看这怎么办 哎呀 要了我的命了 这是哪个小子干的 能上我家偷盗保甲 肯定 这人有来历啊 嗯 肯定是个江洋大道 海洋的飞贼 别的都没拿 为什么偷盗我的保甲 拿刀往我心上捅啊 可要了我的命了 这这 徐明干着急 也没咒念 夫人就说 老爷 事到如今只好报案了 赶紧去报案去吧 叫官府破案 锁回保甲 不 夫人啊 这案不能报啊 为什么 你想想 咱们家时到了 颜面乌光 我金枪手虚名 也小有名气 这要传扬出去 我丢人现眼 嗯 这是一件事 另外 官府那些人都是酒囊 饭袋 能吃不能拿的货呀 你就报了案 他们也破不了案 白丢人现眼 那老爷 那合着我们就不要保甲了 我们就吃这个哑巴亏 也不尽然 让我冷静的再想想 我再想想 哎呀 想什么呢 这天晚上晚饭都没吃 觉几乎都没睡好 到了第二天 徐宁在屋里发愁 又这么想 又那么想 哎 怎么的也没想出主意来 正在这么个时候 门上人进了屋了 老爷 您有个亲戚来看您来了 去 徐宁就皱眉 早不来晚不来 我心里这只正密位 来亲戚 谁呀 他说他是从延安府来的 嗯 姓汤 对了 叫汤龙 说是您的亲表弟 哦 徐宁心说 哟我表弟怎么来了 好几年音信不通啊 我还真挺想的 对旁人慢带一点没关系 我这表弟来之不易 我不能慢带了 想到这把火往西压了一样 跟夫人说 咱表弟来了啊 情绪要保持正常 要好生款待 要我明白 压完法屋归着归着 压魂动手 收拾房间 就这样 金枪手虚拟 到外边迎接 到了客厅 坐下之后 汤龙从外边就进来了 拎着不少的东西 还有礼品 往汤屋地下一放 聊一副贵道在地 表哥 表哥 我看你来了 哎呀 表弟赶紧请起请起 让哥哥看看 哎呀 汤龙啊 一晃咱们哥俩几年没见着 五年多了吧 五年了 哎呀 真是恍如隔世啊 要走到街上 打冷眼我真认不出你来了 你比过去胖了 是我没心没肺 吃饱了就睡啊 哎 这些年混得怎么样 哎 一言难尽 表哥 甭说胖的了 我爹已经不在了 我听说他老人家不在了 我本应该 赶奔陕西延安府前去调演 因为公务甚忙啊 得着信之后晚了两月 我再起身已经来不及了 一直未去 我深感内疚啊 表哥 你是官身子 官身子不得自由 你没去 我们也理解 表哥 你不必自责呀 表哥 这是我给你送点礼物 不成敬意 你收下 这还有一份 您看看是什么 金枪手 徐宁接过了一边 那品尘 打开这小包 一看是个小盒 把小盒打开一看 金光灿灿 两颗金条 足能有五十两尘 这 这干什么 我爹不在的时候 留下衣嘱 他想你啊 见不着 我爹就说 咱们是自己的亲戚 姑表亲 姑表亲 打断骨头 连着金 我留下一份财产 其中一份呢 由你继承 其他的东西 都得分散 尤其是你表哥 我非常想念他 这五十两黄金 我是给他的 多在见着你表哥之时 把这黄金就给他 表哥呀 我爹留下的衣嘱 我敢更改吗 这些年我就惦记着你 始终没抽出时间了 这好不容易来了 把这份礼物送上 这是我爹遗留下来的 金香手徐宁 眼泪掉下来 哎呀 老人家还惦记着我 我连个调研我都没去 我真是有罪呀 这东西我不能收 唐龙就说 你要不收 我 我不有罪了吗 好好好 那我就收下 我就收下 我一定答报 把这金条他收下来 分付一声白酒 哥俩得喝几重 唐龙就说 那我得先见见我表嫂啊 我问候问候 应该应该 领唐龙到了后院 见着夫人 又说说离别这情况 掉了几滴眼泪 然后金香手徐宁 二次陪着唐龙 到了前院的客室 哥俩对面饮酒 唠唠唠这五年离别的情况 他问唐龙 你现在干什么 哎呀 我能干点什么呢 学点武艺 一瓶子补满 半瓶子逛的 后来我就靠着打把 是卖艺为生 好在父辈给我留下点遗产 吃喝不愁 现在我又做买卖 又练武 浪迹天涯 各处溜达 我就是这么个现状 那你怎么早不来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南省啊 因为朋友也多 乱世缠身 始终没得功夫 这次我跟几个朋友 到了东京汴梁 因此抽空来探望表哥 好 来得好 表弟啊 你在家里多住些日子啊 我听你方才介绍 你各处游动 也不是长测呀 我看这样吧 要不你留到京都 我给你找个固定的差事 咱哥俩又经常见面 你看怎么样 表哥我考虑考虑吧 我先领了您的情 将来再说 喝酒 来喝酒 喝着喝着酒 金枪守徐宁 又想起保甲丢失的事儿来了 这毒心啊 勉强喝酒 勉强陪笑 不由自主的把酒杯一放 打了个嗨声 唉 表哥 我瞅您气色不正 表哥 你有什么事儿吧 没有 什么事儿都没有 您别瞒着我呀 咱们是表兄表弟呀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你愁 我也不痛快 有什么事儿 您跟我说说 万一我能帮忙呢 唉 说的对 表弟呀 我不怕你笑话 我们家失道了 他叫人偷了 啊 表哥 你家趁人职 失道就失道吧 去财免灾 这也不至于发愁啊 唉 你肩膀子一晃 这钱不又来了 表弟 这不是钱的事儿 你知道我把什么东西丢了 什么东西 我的命根子 金锁连环夹丢了 啊 唐龙假意的吃鸡 怎么 你把祖传的宝物丢了 啊 要不我能着急吗 怎么丢的 我也说不清楚 须您把经过讲述一遍 汤容假意的为难 这 这 您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放在一个羊皮的箱子里头 那羊皮箱子 寺外包着白桶的角 白桶的锁 放到我们家佛堂了 你 你说他怎么就丢了呢 哎 等等 等等 唐龙晃着脑袋 翻着眼睛 想着想 那个箱子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涂的大红漆 表哥 我再问问你 那箱子是画的如意 荣龙 对不对 哎 对啊 我表弟 你怎么知道 过去我到你们家 我见过呀 哎呀 表哥呀 说来可奇怪呀 我想起这么件事的 啊 跟我丢保甲有关系吗 那当然了 表哥你听我 到 来